幼儿园大班同学即将毕业 迈入人生的另一个学习阶段 因此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地为毕业生 举办了一场小小兵毕业营活动 透过单兵挑战闯关活动 让小朋友挑战体力也学习团队的合作精神 刺激好玩的关卡更让孩子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20位小朋友身穿迷彩妆 帅气竞场展开一连串的单兵战斗挑战活动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为大班毕业生举办的小小兵毕业营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点亮希望扬帆起航的活动 那透过成长营战斗营的方式 让大班的小朋友透过合作团队合作的精神 然后一起去闯关 然后让他们体验到长大的感觉 那今年不一样的是我们加入了太空的元素 那除了有一些军事的演练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太空的元素 主要是希望孩子带着梦想一起到小学去 花莲市公所主任迷主翁美华也身穿迷彩妆 陪伴孩子们玩游戏 从滚动彩虹气球 挑战走绳索 发射水火箭 台气电竞赛 每一个关卡小朋友们都全力以赴 挑战自己的耐力和体力 园长李菲林表示 这次活动设计是以小朋友的安全为首要前提 让孩子们能够在具有完善防护的场域下进行挑战 也让孩子们能够勇敢地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有一个小兵出称 他是穿着迷彩的衣服呢 在草地上呢 做一个隐形战术的练习 那我们还有一个初操训练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兵的团体对抗上 最主要是希望孩子呢 在幼儿园时期可以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 最后呢 我们就到了四大军事体验战 那又让孩子呢 透过一些军事的演练呢 让他们知道 原来我们保护国家的军人 他平常都在做这些事情 那也希望他们带着这股 憧憬跟梦想一起往国小前进 施工所主秘汪伟华他也表示 未来施工所会持续为孩子们设系各项活动 让他们可以在欢乐的环境当中健康成长 一二三 这里会换事报道